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年前 江湖中最快的剑 是李向怡的剑 她十五岁战胜续与天魔 成为天下第一高手 十七岁建立四顾门 二十岁便问鼎武林盟主 结束武林混战 一时成为传奇 有人以她为中原武林的希望 但更多人以战胜她为面 其中包括魔教金渊盟盟主 狄飞生 她不惜加害李向怡的师兄 善孤刀 引得李向怡 欲之一战 这一天就出海 这也太遭罪了 别说话 小心让盟主听到 那儿是不是有个人呢 是李向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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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终于来了 如你所愿 今日 就是你和金渊盟的死期 我师兄善孤刀的尸体在哪里 想知道 赢了我再说 是李向迢盟的尸体在尸体里 Kay 作弹努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这个人最大的弱点 就是喜欢当英雄 一个剑客 不该有弱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带他们来送死的滋味如何 我赢了 我是用伤口道的尸体在那儿 师兄 伤口道的尸体在那儿 那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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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